就是我最近有點膀胱炎 可能是要來點蔓越梅子 你都要怕你到時候會出血喔 你到時候出血了 然後我不看 把你的腳打開我會有點害羞啊 怎麼稱呼你啊 這是Coby Coby我想要喝一杯那個 就是我最近有點膀胱炎 可能是要來點蔓越梅之類的 膀胱炎啊 不舒服 你是一直憋尿是不是 對 一直跑 一直狂憋尿 然後就是一直現在上次我都好痛喔 那你有看醫生嗎 我不敢去看 那有看 因為我的那個 那個 塞就是 沒有 你要去吃香菇 就是因為健保卡 他們會把你的腳打開我會有點害羞啊 因為他們會知道我是誰啊 我會覺得有點尷尬 你給女醫生看啊 還是會覺得很尷尬啊 你那要怕你到時候會出血喔 他已經出血了 你還不看 趕快去看東西 你趕快去看 你等一下趕快去看 你幫他做個麥玉梅之類的 不要太病好不好 婦女保健幫他保健一下 謝謝謝謝 可以加點鳳梨嗎 對 蔓越沒在鳳梨 謝謝 那我都可以 我不要酸就好 那 對 但是冰塊也可以少一點 好 謝謝 哇 好病爆喔 大家不是都會有那個膀胱炎的 其實每個人都 其實我們對上很多人都有過 對啊 可是沒有到出血這麼嚴重 感覺你是拖很久了 因為我一直不敢去看 沒有啦 你要去看找女醫生 對啊 對 就是本名跟一名是相同的 就會有這個困擾 真的啦 真的啦 對啊 現在不敢去了 稍微的困擾 好 第一 那我們先 預祝林鄉 早日康復 好 好 第三個人為什麼可以 覺得 可能就是 身材很好啦 就是 這個我學妹也不好使 對 這個我學妹也不好使 流量的部分就歸三位 流量的部分 謝謝 可以講一下你們保養的部分嗎 你們怎麼都去保養自己 我覺得球賽算是我們一個很常 定期的保養 因為運動啦 因為一直在流汗啊 流汗啊 對啊 因為有一些人是真的 像我也沒做指甲 然後我也不太會定期的去腳趾啊什麼 我個人是偏懶惰的 所以保養的話要不要兩位分享一下 好 我都會 我一定會去SPA按摩 然後做指甲 然後去護髮 因為 雖然我自己也很懶 我會覺得很浪費我時間 但是沒辦法 經紀人很兇 她就說 你身為一個女藝人 你這樣子 能看嗎什麼什麼的 所以她就會強迫我什麼 要去 去腳趾啊 去做指甲 頭髮要弄得很順啊 去做臉啊 幹嘛要幹嘛 你們兩個是同一個經紀人 會要求你嗎 我比較要求很高 對啊 我對自己 因為我以前是做美髮的 就是因為她 因為她簽你之後 她就對我開始要求很高了 所以我很會整理我自己的頭髮 對 所以就算我頭髮 頭髮本身是很毛躁的 我也可以把它打理得很好 我也可以把它變成 欸很順 你看起來好像 頭髮髮質很好這樣 但其實是壞到底這樣 真的喔 對 但其實如果真的要說 像妳說定期去什麼 SPA保養什麼 其實我也沒有 她每天擦乳液 欸我以前也沒有在擦乳液 但是我後來 因為現在 就是簽給麗奈之後 她會給我一些外景的節目 然後我一直曬 我是一個很容易曬黑的人 然後曬了皮膚又很乾 欸真的欸 我黑超黑 我超黑了 哇塞 妳已經比我黑了 我跟妳講我真的超黑的 欸林鄉比我的外景還要多很多 我大概只曬她一半 我就是黑成這樣 欸身體有他黑嗎 欸那我們一起比她 妳可以讓我那個比一下順序嗎 不要再說了 比一下順序嗎 不要再說了 我就是 欸真的欸 我真的很 她也是外景人啊 沒有我跟你講 因為我這個是因為我 就是上個月我去拍了我兩首MV 然後我狂曬太陽 然後我這邊最黑是因為 那時候剛好衣服這邊就開一個口這樣 然後我這邊就曬得髒髒的感覺 我的手應該比這個還要白一點吧 比胸口還要白一點 沒有欸 沒有 但是我沒講 我之前陸泉明星他們就說 要露肚子 我也是肚子這一塊 有啊 你知道陳怡傳照片給我 他叫我幫他修 他說這一塊是黑的 真的我們都是黑的 沒辦法欸 因為我真的 我超容易洗黑 我是別人洗黑的兩倍體質 我也是 然後我又很容易 就是很難白回去 所以我現在都要開始每天 就是擦一些美白乳液 然後保濕的 就是盡量讓自己皮膚 就黑黑的 但也不要太乾燥的感覺 對 所以我才開始會保養自己的身體 不然我以前也沒在擦乳液的 因為我以前沒什麼外景啊 然後我都待在家裡 我也不出門了 對 就比較不會有那些空氣的傷害 對對對 然後現在也就是會多多敷面膜什麼的 哦 哦 好啦 職業傷害 真的 保養之道呢 還是要 只有那個 藍女人 沒有醜女人 真的 就是如果 像我們這些 我最近有開始擦乳液 絕對不是因為我想要變白 是我去買了一罐香氛乳液 然後我就一差發現 哇我這姐好香喔 很香喔 我覺得現在每天洗完澡 我都會擦 然後香香的入睡 對 只是因為這個 不然我 不然我其實算是 偏懶惰 因為三位都是拍過寫生集的女性 那 有沒有為了身材管理啊 做出什麼極端的行進步 因為剛剛講到怡萱好像 就是對保養自己好像都有點懶惰 那感覺你應該會在拍寫生的時候 的前幾天會做出一些極端的 手段 讓自己看起來更瘦一點 我本來第一本的時候有 然後後來我發現 攝影師很會修圖這樣 我們是同一攝影師嗎 對 我們是離開這個太會修圖了啦 每次修出來以後 那是我嗎 身材也好 太好了 他有一次把我的胸部修跟我頭一樣 他有可能真的是角度 也有可能是角度 有可能是角度 因為他很會取角度 對然後我那時候覺得 哇很厲害 但是我要講 我的確在拍寫生之前 會有一點點 算是吃比較少 可能就吃早餐而已 然後幾天 可是我在拍攝的途中 因為我覺得拍寫生很辛苦 其實我真的覺得 就是每次在拍照的時候 就是因為你要搶陽光 所以你可能早上4點就要開 你就要開妝 然後拍6點的光 然後可能就是拍6、7、8 然後換了三套衣服 可是那時間真的很冷 然後加上可能去海邊拍 你頭很大 頭很大很冰 頭很痛 然後在烈日底下 譬如說正中午熱的時候 因為光的關係又不好 所以你可能就先拉去室內 等到搬網的時候 你又出來拍 然後又是穿了一些比較清涼 又很冷 所以我那時候 就忽冷忽熱忽冷忽熱這樣 對我就覺得說 天啊拍寫生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在拍寫生真的 每一個要換衣服的卡 我都在吃垃圾食物 蛤 可是你吃東西你肚子不會變 就是比較 我就是因為攝影師很會修我 又不是沒拿去啊 我也覺得拍寫生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然後很多不符合人體工學的事情 你都要出來 然後你的表情還是要很放鬆 很享受 對 因為有時候你身體很硬 但是你表情卻要很放鬆 這其實很難 因為你真的很硬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放鬆你的表情 就是要硬著那個角度 對 因為我會放大 那個咀嚼肌會搖 會用力啊 你等於你的臉的表情 跟你的身體是分開的 分開的 對對對 就是拍寫生很難的地方 那林善跟Kimi 有沒有做過什麼 就是身材管理上 比較風暴的情境 其實我是拍第一本寫生的時候 我一週健身兩次 我以前是沒有屁股的人 所以我的屁股是後來 靠健身練起來的 那時候 也是因為是第一本 所以比較 比較激進 然後也有就是 定期去 就是保養 然後也會去按摩 去消水腫 那時候第一本 第二本就也是 是不是 好像大家都是這樣 就第一本 因為很重視 因為第一次拍寫生 就會特別重視 因為有經驗之後 就會開始覺得 欸好像 也不要做這麼多事情 這樣子就累了 因為你很早就開始拍寫真 我二十歲就出寫真 對啊 而且你看我出到現在我出了 六本 每年一本 我每年出一本 然後因為都只有一千刷限量 我就不會再二刷 我之前的模式是這個樣子 是這樣子的 然後我之前也是就是 拍攝之前的前兩個月 我就開始健身 然後一個禮拜去三次 然後可能那種一天只是一餐 人家不都是一六八斷食嗎 一天一餐已經超過一六八了 對啊 就一天只吃一餐 然後晚上七點過後 都不再吃東西 然後我其實拍攝寫真 的當下我也不敢吃東西 因為我是榮麗那種 吃東西就會稍微有點肚子 小腹的 然後我就輸得很辛苦 你已經百姿勢很辛苦了 你還要再縮肚子 超累的 所以我完全不敢吃 這等於就是 拍完寫真之後 才開始大解放自己 就開始不去健身房了 然後 開始一直暴飲暴食 就大吃火鍋 對 最接近的應該就是KIMI 對啊 但是其實我拍到後面 也是會有 跟你們一樣的情況 就是因為 反正他作品一定好看 對 他才幸運的攝影師了 攝影師很重要喔 很重要喔 意想天開上啊 我們的留言板上面 很常都有網友詢問到 就是以萱近期都從那個 都走向螢光路了 那是不是要漸漸轉行程 就是就在拉拉隊 就慢慢地淡出 沒有欸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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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班很多耶 對啊 就是比較起來 蘭蘭的班偏比較少一點 它的外景剛好都會衝到球場 球賽 而且又是一整天的 對 其實這樣真的很累 有時候我們錄棚內 然後再去接球賽的時候 也會覺得 因為你知道棚內就是 錄影的時候就是 全身灌注 對 然後有時候錄完你就會覺得說 有點腦無 精疲力盡 對對對 然後 其實這一點 關於那個彈出球賽這件事情呢 其實我還沒有做一個打算 因為我其實也有跟球隊的那個 經紀人聊過 然後他就說 啊球隊也沒有逼你走啊 你就是那個 該打理好了就打理好 漂漂亮亮的 他們也覺得OK 因為 我覺得在樂天比較特別的是 就是 他剛好 啦啦隊跟演藝圈這件事情 其實球隊是非常贊成我們做這件事情 他非常支持我們 譬如說可以在演藝圈發光發熱 或者是有讓更多的人看到我們 所以這一點也先請大家不用擔心 你要是真的 有一天要離開了 也會 就是 拜託球團幫我辦一個離別演唱會這樣 跟陳斯亞一樣 哈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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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